说要解决台湾的媒体乱象 那么前台集会董事长江炳坤出奇招了 怎么公开建议马总统考虑让央视跟凤凰卫视在台湾落地 不过现在面对他这样的说法 民进党立委就痛批了 央视没有新闻自由根本就是引狼入室 就连文化部长荣应台都说 那中国是不是也必须要允许台湾的电视频道登钟呢 面对外界骂声不断 今天江炳坤出席活动 很技巧的从侧门溜走要来躲避媒体 历史画面一幕又一幕国王会谈 二十周年了 两岸破冰重要时刻让马总统很有feel 有了这个九二共识才有国王会谈 不论在国内或国外 我们都不会去推动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与台湾独立 过去二十年参与两岸谈判的推手们来一个大合照 但和马总统站在同一排的前台机会董作的江炳坤 板着一张脸神情似乎有点紧张 还趁着马总统在寒暄一片混乱中从侧门悄悄溜走 技巧性甩开媒体就因为前一天这段话 我跟总统建议过台湾的媒体的乱象 你没有办法去立法 唯一的办法 把外国的美好的这种节目 包括凤凰中央台的国际新闻 假如能够让它落地 我想大家联合看国际新闻 不要看八卦新闻 改善媒体大环境张敏坤竟然出其招 只是央视凤凰卫视在台湾落地行得通吗 就连主管单位文化部也不敢把话说满 如果大陆他也允许我们的电视频道到那边去落地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谈 可是如果那边不允许我们的落地 那我想说那很遗憾 那就连谈的基础都没有 江炳坤董事长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还好他海基会已经卸任了 我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白痴的话语来形容 真是匪夷所思 台湾媒体乱象可受公平 但引进大陆国家电视台 想传达台湾乐听人什么讯息 江炳坤背后思维又爆争议 三立新闻徐域为百事化台北